第935章 暗波汹涌 夜深如水 红颜医院 灯火通明 叶凡在各个病房转来转去 他对医院病人进行诊治 努力积攒七片白芒 准备给唐风花晚一点施救 他封住了唐风花一线生机 但尖刀入胸还失血太多 需要精灵兵他们好好手术 叶凡不愿意浪费这几个小时 所以给其他病人治疗来做最后一道保险 四个小时下来 叶凡积攒了五片白芒 但唐风花手术还没有做完 他擦擦汗水在走廊休息 你一个晚上没吃东西 还耗费精力这么大 喝碗粥补充一下能量 叶凡刚刚在椅子坐下 宋红颜就走了过来 给他递来一碗皮蛋瘦肉粥 叶凡呼出一口长气 结果热粥低声一句 谢谢拈花三人中毒一事 已经由杨健雄亲自接手 宋红颜声音轻柔 告知这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情 他已经让探员把食物那些 全部拿回去检查 还会想法子取出洛神 他们胃里残渣化验 林秋林和林三姑 也被警方带回去调查 这一次事件事关国战 绝对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真是林秋林和林三姑 他们下毒的话 他们一定会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血衣们也会为此付出代价 他亲身宽慰着叶 反 泱泱大国 需要宽容的胸怀 但不代表任人欺负 叶凡喝入一口热粥 这一战也算是国战 任何一方被爆出丑闻 或被抓住把柄 都会名声扫地 血衣们敢让林秋林和林三姑 上门下毒 又怎么会轻易留下把柄给我们抓 血湿花的特性 毒素进入身体后 就会全部涌入膏荒穴 桂花膏残渣 不会化验出东西的 就算桂花膏化验出毒素 林秋林指证血衣们 只要没有铁证 血衣们识口否认 神舟一样没办法 林秋林和林三姑的神舟身份 让他们证词没多少价值 搞不好血衣们会反咬一口 神舟为了赢得比赛和泼脏水 故意让林秋林诬陷血衣们下毒 至于铁证 比如双方勾搭的证据 以北亭川的狡猾 他是不会留下任何线索的 要想发难血衣们太难了 叶凡眼里闪烁一抹光芒 不过无所谓 我用明天和后天的胜利 让北亭川好好吐血 他心里有无数报复北亭川的法子 但什么都比不过这一战胜利来得打脸 我也等着北亭川吐血 好好偿还草质八郎的刺杀 宋红颜嫣然一笑 随后话锋一转 听说赵夫人知道此事也很生气 他对年华三人也是非常欣赏 但可惜他们不是话托杯全国冠军 按照规则恒电无法介入调查 不过他要我转告你 需要他个人帮忙 什么尽管出生 14亿人口的神舟人才太多 恒电只能庇护最顶尖的一撮 常年国事代之的人员不过300 靠话托杯全国冠军进入恒电视野的 这几十年也只有五个人 所以恒电没有介入此事 叶凡没多少意外 不过心里还是有一声感慨 金字塔尖真不容易啊 替我谢谢赵夫人 不过现在局面我能掌控 叶凡又喝入几口热粥 让身子变得暖和起来 年花三人倒下 确实是一个意外 但影响不了大局 我如果连北亭川都对付不了 以后还怎么覆灭血衣们 北亭川这个对手 不仅底线低 还异常狡猾 让叶凡更加铁心 决一胜负 宋红颜拿纸巾给叶凡擦擦嘴角 动作说不出的温柔 北亭川还真是一个老狐狸 一环扣一环 给你挖陷阱 先让黑川沐雪约你见面 许你高官后路挖坑 同时让林秋林他们去金智林下都 让年花三人无法比赛 然后再点报你跟林秋林的剧烈冲突 你应该庆幸没在唐家杀了林秋林 不然你连明天和后天的比赛资格都没了 我估计北亭川就躲在暗中等你杀人 我们以后对付他要小心一点 否则很容易助了他的道 他模子略过一抹光芒 这也让我对血衣们的金牌医师有了 重新认识 传闻血衣们铜牌医师年入千万 银牌医师年入一亿 金牌医师则年入十亿 甚至百亿 叶凡把剩下的热粥全部喝完 这种能力的主又岂会简单 无论如何 我相信胜利属于我们的宋红颜善解人一开口 叶凡 你待会治疗完唐大姐后 你就好好休息准备明天比赛 其余事情包括保护年花三人都交给我来处理 他模子有着一丝担忧 你折腾一天 太累了 叶凡轻轻点头 没有再说话 眼睛望向走廊镜头窗口 希望沈红秀和金志愿他们一切顺利 在叶凡安静等住唐风花手术完毕时 唐家别墅也是灯火通明 爹 妈究竟有没有跟血衣们勾打 刚刚做完笔录的唐若雪 目光清冷看住唐三国 他们这几天都跟谁接触了 唐三国没有直接回应 只是端起茶水喝入一口 两酒才挤出一句 你觉得 你妈和三姑干这些事情会告诉我 连你都不知道 她又怎么可能跟我说 而且他们出去 连家里车都不用 每次都是林小妍过来接他们 唐三国轻叹一声 不过你妈的病确实好了不少 晚上咳嗽没那么剧烈了 你是说 她的病是血衣门治的 唐若雪眼皮一跳 血衣门把妈的绝症治疗七七八八 捏着林门一脚不治 胁迫她下毒 她脑海回想着林秋林早上的话 说那神秘医生是骗子 无法治好她的病 所以她决定找叶凡他们帮忙 唐若雪说她无能为力 也不愿打电话给叶凡 可经不住母亲苦苦哀求 她最终求情唐风花 让母亲迂回救治 没想到闹成这样 现在看来 很大概率不是神秘医生 无法治病 而是母亲故意要接近落神三人 听到女儿的疑问 唐三国再度摇头 我连神秘医生都没见过 哪知道是不是血衣门 不过听说是林小妍老公 黄泰君介绍的 或许你可以问问黄泰君 突然 唐三国一拍脑袋 对了 前几天 林小妍突然有事来不及 你妈手机又恰好有故障 就用我手机叫了一个滴滴专车 上面有她和三姑去的定位目的地 不过后来又取消掉了 让林三姑叫车 你看看 那是不是他们去医治的地方 唐三国一边打开桌上的手机说 一边去找老花眼镜来看 唐若雪先拿过来扫试 很快发现一个专车地址 她搜索了一下 阳光庄园 阳国大使馆旗下物业 她稍一沉思 手指飞快 删掉了这一个地址 第936章你不能出战 经过傍晚的折腾 叶凡和金宁兵 终于稳住了唐风花生机 走出手术室的时候 叶凡彻底的松了一口气 感觉比赢了血衣门还高兴 她本来还想留下来再观察一会 却被金宁兵赶回金志林 让她好好休息几个小时准备比赛 叶凡只好叮嘱一番照顾事项 然后回到金志林洗澡休息 只是她刚睡几个小时 就被外面的宣杂吵醒了 本来就没睡踏实的叶凡 一咕噜起来 洗漱一番来到前厅 发现虽然只是七点多 但挤满了不少熟悉面孔 孔桃李 龚老 冯长山 袁清一 他们几乎都来了 还有一个陌生面孔 让叶凡微微眯眼 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身材风韵 长发盘起 身上散发幽香 五官跟原话有几分相似 只是她一举一动要成熟很多 比起原话多了不少女人味 此刻她们神情一个个凝重 孔桃李还皱起了眉头 似乎承受了巨大压力 孔会长 龚老 你们早上好啊 叶凡一边打着招呼 一边拿过苏希儿递来的油条啃着 这么早过来有什么事啊 是不是担心今天比赛的事情 放心 我一定赢了山本七郎她们 叶凡一位孔桃李她们看到 年花三人倒下 担心今天比赛就赶过来 找自己吃定心丸 叶凡 今天的比赛 你不要参加了 没等孔桃李她们出声回应 白胡子冯长山站了出来 神情肃穆开口 我们还有十二名选手可用 华陀碑会派遣他们出战 山本七郎等人 你事情多 还劳累 就在家里好好休息 把他开门见山 到处来意 我们会记住你的功劳 功劳脸色一变 老冯 你怎么说话的 大家还没决定好 你凭什么叫叶凡不用参加 没法子 我这人性子直 说话也是心直口快 而且来的路上 不是大多数都赞成了吗 冯长山无视功劳的怒火 妄向神似原话的女人开口 袁总干事也认定 叶凡不适合出战 没错 功劳 叶凡出战风险太大了 袁秋目光锐利盯住叶凡出声 总之 叶凡 今天不用你出战了冯长山 忙介绍一句 这是龙都医药署的总干事 袁秋元小姐 负责联系中医 西医霍红时等各大协会 听到对方姓袁 叶凡微皱眉 很自然想到原话 不过他没有纠扯 他跟袁家的恩怨 叶凡望着一只沉默的孔桃李开口 孔会长 这究竟怎么回事 叶凡声音带着冷意 不是我自大 现在除了我根本没有人 能押服山本七郎他们 而且你们临时不让我上场 总该给我一个说法吧 他提醒冯长山一句 毕竟我也是话托杯省冠军 我知道你是省冠军 也知道你艺术不凡 可是我们现在对你不太信任 袁秋很是直接 所谓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与其提心吊胆让你上场 不如把机会让给其他省冠军 不太信任 叶凡微微眯起眼睛 不知道袁小姐能不能把话说清楚 袁秋娇哼一声 究竟怎么回事 你心里没点数吗 我真没点数 请袁小姐明示 能说服我的 今天一战 我退出叶凡也眼神异了 但说服不了我的 你就没资格剥夺我参赛机会 本来看在孔会长他们份上 多少给你留点面子 但你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也不扭扭捏捏了 看到叶凡语气这么狂妄 袁秋翘脸冷如寒霜 我就问问你 你昨晚是不是跟黑川木雪见面了 叶凡眼皮一跳 没错 袁秋又追问一句 你跟黑川木雪谈了什么内容 靠 看来是北亭川搞事啊 叶凡暗呼一声 不然冯长山怎会知道这事 索性自己做了准备 他代表血衣门收买我 被我拒绝了 这件事 我还跟孔会长和杨先生抱贝了 他又望向了孔陶李 我还保存了抱贝录音呢 孔陶李他们轻轻点头 没错 叶凡确实抱贝过 你跟黑川木雪见面后 年花三人就中毒了 而且你名下的银行卡 多了十个亿境外转来的资金 我们让人查过 正是血衣门账户转来的 袁秋冷眼看着叶凡 随后打出一个手势 冯长山掏出一张打印出来的纸 上面有一张银行账户信息 余额显示昨晚11点10个亿境账 最让叶凡惊讶的是 这个银行账户还真是自己的 还是自己毕业时 学校统一办理的金融社保卡 只是他都快忘记这张卡的存在 母亲重病以来 他连医药费都捉襟见宠 拿有多余的钱缴纳社保 叶凡不记得这卡是丢了 还是落在中海堂价 大局考虑 今天你就不要上场了 等我们这两天调查清楚 再说我们还有16个名额 扣掉你和年花他们不能上场 也还有12人 可以对战4天就算连输12场 我们也能输4天而这点时间 足够我们查清楚事情 还说不定能让年花三人醒来 叶凡 我们不是请求你 而是知会你 袁秋很是果断 你也不要觉得非你不可 12名省冠军也不是水货 说不定他们就真秒了 山本年花三人连续四天的胜利 还秒杀高桥和九景他们一伙 让袁秋生出天交团 不过如此的想法 叶凡轻叹一声 你们这是让轻者痛愁者快啊 比赛的事 你就不要多想了 还是想想法子 让年花三人醒来 把袁秋笑容戏谑提醒叶凡一句 他们如醒不来 你的处境会非常麻烦 第937章你下得了手 几个有投票权的人举手表决一番后 叶凡暂时凉了 随后 袁秋和冯长山他们迅速离去 调动连夜召唤过来的省级冠军参赛 叶凡 对不起 我真没想到会这样 一直站在叶凡阵营的公老一脸歉意 我跟他们吵了一个早上 告诉他们看今天结果在定夺 但他们却一个个都不肯 说让你上场输掉的风险太大 现在华陀杯选手士气阵望 不能让你搞砸 公老为自己做不了什么狠事愧疚 我真是耻语畏武啊 公老 不怪你 叶凡倒是没有郁闷 让苏熙儿给自己倒一碗豆浆 其实他们不是不相信我 这些人精 怎么可能不清楚我的身家呢 知道我的身家 那就该清楚 十一八亿乃至一百亿 对我来说都是九牛一毛 而且我的根和人脉都在神州 血一门根本不可能收买 我之所以咬定我上阵有风险 不过是集体发挥压制我 想要把我功劳空间 挤出一点年花三人横扫十二明天交后 他们开始迷之自信 觉得对手不过如此 就希望詹青带故的选手 抢点功劳 叶凡看得很深 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 剩下的十二省冠军中 肯定有元秋和冯长山的人 呀 你还猜得真准功劳先是一愣 随后一拍大腿 没错 一个叫冯三姬的 是冯副会长的侄子 云城省级冠军 一个叫袁丹丹的选手 是元秋的小堂妹 这样一看 他们还真不是不相信你 而是要给自己人弄点功劳 可这样子 岂不说明他们更是王八蛋 功劳很是气愤 大敌当前 还争权夺利 给自己人添赌 实在不配做神州人啊 江湖从来就不是打打杀杀 而是人情世故 叶凡淡淡一笑 这一场对战 真正嫁一减 人交给我了 我也答应待他们 三人还是在金智林中毒 我该负责任 叶凡也没有推脱责任 我会全力救醒年花三个 将来有机会在灯门道歉 送走功劳后 叶凡快速吃完早餐 随后亲自坐诊 救治了近百名病人 积攒七眉白芒后 对年花三人进行救治 元秋他们半路杀出来摘桃子 对于叶凡来说固然可恶 但也给他赢得了四天歇息时间 这四天 他可以好好救治年花三人 随着白芒和针灸的施救 年花三人的肤色红润了不少 身体温度也恢复了一点 期间 苏细儿不仅伺候叶凡吃喝 还替他打下手 让叶凡减轻不少负担 临近黄昏 叶凡从菩萨三人卧室走出来 也就收到宋红颜打来的电话 毫无悬念 元秋和冯长山派出的 三名花驼杯省冠军 被山本七郎和黑川木雪 他们打得满地找压 三场比赛全部输掉 这一个扭转 让血一门士气大增 一扫前面四天的颓废 叶凡对此没有半点意外 天交团能碾压中层花驼杯省级冠军 山本他们对付下层省冠军 更是一如反掌 他没有郁闷 没有怒骂 好像局外人一样看住各种讨论 有人说神舟老谋深算 胜券在握之余 就让其余选手磨练 让他们也积攒一点经验 哪怕失败 有人说叶凡他们跟神舟一方闹翻 要加关敬绝 不然不肯出战 还有人说洛神三人秒杀太多 对这一战感到无趣 不想再争夺这些虚名 总之 什么猜测都有 唯独没有人说 拈花三人中毒 不管是神舟还是杨国都对这事保持沉默 叮 黄昏六点 一个电话打入叶凡手机 他接听片刻 随后驱车前往唐氏会所 当初张璇跳楼那一个会所 叶凡来到会所门口 刚刚钻出车门 就见唐若雪迎接上来 只是他一句话都没说 就带着叶凡直上十二楼 叶凡也没有说话 跟着他来到一个旋转餐厅 餐厅没有其他时刻 只有叶凡和唐若雪两人 其中一张桌上已经摆满了菜肴和酒水 唐若雪微微侧手 坐把叶凡坐了下来 淡淡开口 这是一顿什么饭 很久没有一起吃过饭了 就想跟你句一句 唐若雪毛子痛心看住叶凡 是不是连跟我吃一顿饭的兴趣都没了 叶凡想起那顿被自己放鸽子的饭 神情缓和了两分 拿起酒瓶给两人杯子倒上酒 他轻声一句 不是没兴趣跟你吃饭 而是每次见面都刺痛不已 与其留下太多的伤痛 还不如保留最后那点美好 唐若雪自嘲一句 所以要躲我躲得远远的 叶凡没有在说话 只是低头喝着酒 有些东西没有必要说得太清楚 唐若雪没有在纠扯情感的事情 看住叶凡温和一笑 今天找你吃饭 是我看了话陀杯 跟血一门的对战连输三场比赛 我也没在上面看到你影子 猜测你是不是受 年花三人中毒的影响 被料他端起了酒杯 我恰好今天看完大姐有空 就寻思请你吃饭 觉得我被年花三人中毒牵连 你替林丘琳所谓感到愧疚 叶凡眯起眼睛望住女人 也就是说 你也相信林丘琳他们下毒了 我请你吃饭 只是想要你心情好点 不代表我这是赔礼道歉唐若雪 抿住嘴唇 还是那句话 如果有证据证明我妈和三姑下毒 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叶凡腾的坐直了身子 你下得了手吗 如果真是他们 唐若雪翘脸说不出的挣扎和痛苦 我一定提提面面送他们上路 第938张过山峰 这顿饭吃得很平淡 一个小时不到就散了 叶凡离开后 唐若雪坐在餐桌发呆了半个小时 今晚他特地挑在这个会所吃饭 就是想要叶凡想起两人 曾经一起面对过的张悬危机 他希望可以缓缓两人紧张的关系 只是让他很失望 叶凡的眸子再也不是昔日那种 为他是从的光芒 相反 多了一次敬而远之和不耐凡 唐若雪困惑两人关系这样淡漠 却想不起两人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渐行渐远 只知道每次见面都是争吵过多 他绞尽脑汁也只记得 在母亲寿宴开始 叶凡就不再唯唯诺诺 开始反抗他和唐家 也让双方关系僵硬 唐若雪很是惆怅 他不喜欢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窝囊费 但同样不喜欢越来越强势的叶凡 他曾经希望叶凡转变 却又不喜欢叶凡脱离掌控的转变 不过他很快收敛住情绪 两人将来究竟会怎样 他不知道 但是现在 他又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他拿起外套走向门口 对唐家保镖发出指令 去肥师傅熟食店 十几名唐家保镖马上动作起来 三十分钟后 唐若雪出现在六环一间熟食店 位置很偏 店铺很小 只能容纳三张桌子 窗口也只有一个中年胖子在忙活 只是看住貌不起眼 但三张桌子都坐满了 门口也有十几个人排队等候 生意算得上火爆 烧鸭 烧鹅 烧鸡 烧肉 被中年胖子拿着菜刀不断切砍 蓬蓬作响中 把一份份熟食切好 然后递给排队等候的客人 他不仅刀法极好 速度极快 切砍出来的熟食还整整齐齐 卖箱比五星级酒店还好 唐若雪没有动作 安静等待 等吃饭和排队客人全部离开后 他才走入了店铺里 我算过了 你一碗营业额三千块左右 你刚才做了一千块生意 也就是说 你今晚能卖出去的熟食两千块左右 我给你三千块 我把剩下熟食全包了 从现在起 你就接待我一个客人 给我来一份白切鸡饭 唐若雪把三千块往肥师傅面前一拍 随后找了一个小桌子坐了下来 他还倒了一杯茶水 吸洗筷子 等着肥师傅 把他要的饭菜端上来 这个时间点 暂时不会有客人 你没必要包了剩下的熟食 一阵喷喷喷声响过后 肥师傅一脸平静走了上来 把一份白切鸡饭 放在唐若雪面前 这白切鸡饭 你待会扫码给二十就行 他还给了唐若雪 一碗花生排骨汤 这汤送的刀工不错 每一块鸡肉都不紧切地整整齐齐 还保持着相同的距离和厚度 唐若雪看住肥师傅一声轻叹 不愧是唐门十三只 当初最厉害的赤后唐七 听到唐七两个字 肥师傅眼皮牵动了一下 随后盯着唐若雪出声 你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你叫唐七 唐门十三只子侄 也是战斗力最强的人 唐若雪拿起筷子 一边吃饭 一边娓娓道来 不仅枪法快 刀法快 身法更加恐怖 你还有一个名字叫过山峰 六百多名字之中 你属于金字塔尖那一撮唐若雪 抬头看住肥师傅 如非我去翻十三只封存的档案 我都不知道十三只有你这样的人存在 都已经过去了 我都被十三只除名了 也没再跟唐门往来 肥师傅瞳孔凝聚死死盯着唐若雪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你原本有机会从唐门十三只跳出 进入唐门核心高手行列 成为唐门七十二将之一 唐若雪没有在意肥师傅颓肥神情中 蹦射出来的杀意 捏着筷子不仅不慢开口 只是唐海龙猥亵你貌美如花的妻子 你一怒直下 把他打残 还逼得他承受家法后 远走海外发展 你也因此遭受唐熙凤的痛恨和排挤 在你带队执行一个秘密任务时 你被人泄密 遭受敌方伏击 不仅自己身受重伤 七名队员也全部战死 唐熙凤借机把你赶出了十三支 剥夺了你唐七这个名字 还没收了你所有财产 自此之后 你不仅愧疚死去的兄弟 还自暴自弃 酗酒寻欢 将近三年没有工作 靠妻子打零工生活 结果妻子又遭遇车祸死去 雨儿去年也得了白血病 你可谓是命徒多舛 她挑起一块肌肉送入嘴里 还不嫌不淡 道出肥师傅来历 肥师傅声音一沉 唐若雪 你想要干什么 新官上任 要赶尽杀绝马 他的手无形握上了菜刀 一股强烈杀意隐隐凝聚 知道我叫唐若雪 还知道我是唐门十三支主事 显然你对唐门十三支 还是有所关注 唐若雪绽放一个笑容 那你就该知道 唐海龙很快就要回来 我男的唐哥想必你也清楚 戏男霸女孩牙子必报 当初他因为你断了两根手指 还不得不去国外镀金 这一次王者归来 肯定会找你晦气 我知道你对自己生死 完全不在乎 可白血病的女儿 你忍心让他再受苦 他语气很是肯定 以唐海龙个性 一定会连你带女儿 一起报复的 肥师父低吼一声 我杀了他 先不说你能不能 杀掉现在的他 唐若雪提醒一句 就算你杀了他 你也会坐牢 你坐牢了 你女儿也要等死 肥师父眼神一冷 看住女人 你究竟想要怎么样 我可以承诺 我拿面来庇护你们妇女 不会让唐海龙伤害你们 我还会给你女儿 找最好的医生 唐若雪一字一句开口 条件只有一个 我不要肥师父 我要昔日地过山峰回来 肥师父盯着唐若雪 给你卖命 也是给你和他们 重新崛起的机会 唐若雪给肥师父 丢出一个平板电脑 上面有八份十三支档案 全是唐熙凤打压的 精英和高手 找到他们 集合他们 唤醒他们 然后再替我盯着阳光庄园 第九百三十九章 熬死你的不甘心 在唐若雪铁心废物利用时 叶凡正出现在红颜医院 他探视了唐风花一番 确认他度过危险期 就关闭房门出来 刚刚站在门口 就见唐三国步伐盘山走来 他手里还提着一个保温盒 叶凡健壮忙迎接上去 伯父 你来看风花 若雪盲公司的事 林秋林在警署 七七后天才拍完戏飞回来 唐三国绽放一个温润笑容 整个家就最清闲 我不来看风花 谁来看风花 我让五婶熬了点白粥 不知道风花能不能喝 他轻轻拍着手里的保温盒 风花伤势很重 每天醒来的时间都非常少 更别说有吃东西的力气了 叶凡轻轻摇头 他这一个星期都会注射营养液 白粥暂时喝不了 也是 胸口中刀 哪里这么快能吃东西 唐三国苦笑一声 唉 我真是废物 不仅做不好事情 还连常识都没有了 伯父 别这样说 你也是关怀则乱 叶凡扬起一个笑容 随后手指一点保温盒 我今晚没吃好 这周要不就给我喝吧 哈哈 行 给你喝 唐三国眼里有着一谋赞许 接着又流露一丝愧疚 叶凡 唐家真是对不起你啊 给你添加这么多麻烦 还让你被停掉比赛资格 都怪我不好 没有管教好林秋林和林三姑 招惹出这么大一娄子 他向叶凡表示着歉意 林秋林一事 我也不找你求情 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吧 伯父客气了 事情跟你无关 我不会怪你 叶凡一边喝粥 一边带着唐三国进入休息室 而且我一直知道 你对林秋林不认可 只是始终没有勇气反抗他 所以只能看住 他作为作福作妖 唐家的鸡飞狗跳 他才是真正始作俑者 其实这次也是你脱身的机会 不管林秋林死或不死 你都可以急剧离开他了 他得唐三国倒了一杯茶水 否则你留着他在身边 迟早会被他拖累死的 唐三国笑了笑 低头喝着茶水 没有出声 伯父莫非念导 林秋林当初嫁给你之情 叶凡看住唐三国劝告一句 是 你落魄之计 他能不顾代价嫁给你 确实难能可贵 可这几十年 你对他言听计从 任打任骂 还把赚的钱全给了他 你早已经还清了那点情 最重要的是 林秋林已经变了 不再是当初那个 跟你相濡以沫的女人了 他完全钻钱眼里了 他能为二十亿拔唐风花的针 能为血衣门去我金之灵下毒 迟早也能榨取你的价值换钱 在叶凡眼里 唐三国多少还是有一次良知的人 他不希望唐三国将来被林秋林抱着一起死 他对唐三国有着同情 叶凡 有些事 你不懂唐三国望着叶凡苦笑 当时我四面楚歌生死一念之间 你觉得 嫁给我的女人是敢不敢 还是能不能 敢不敢 能不能 叶凡微微一愣 随后眉头一皱 好像捕捉到了什么 是啊 当时那种环境 再怎么喜欢唐三国的女人 也不是敢不敢嫁给他 而是能不能嫁给他 林秋林能够嫁给唐三国 不是他义无反顾就行 还要得到唐平凡的允许 还有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废物了 哪里还有什么价值 唐三国拘谨笑了笑 林秋林想要把我榨取换钱 估计还要贴补榨取的本钱 再说了 他这么作妖 我不留下来 放出去 岂不害了别人 我跟他 过了几十年 回不了头 也只不了损 只能一条道走到底了 我唯一愧疚 就是风花三姐妹 她们是无辜的 我发自内心 希望她们日子 能够得好点 所以看到林秋林祸害她们 而自己又有心无力时 我真恨不得一刀 砍了自己上次 我让你好好照顾洛雪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 我心里还有点失望和惆怅 如今看到你对风花都这么上心 我就安心很多了 唐三国脸上有着轻松 她现在绝对相信 唐若雪三姐妹出事 叶凡一定会不遗余力帮忙的 叶凡苦笑一声 对这前岳父 无奈摇摇头 有同情 但更多是恨铁不成钢 临近十点 唐三国从红颜医院出来 随后就钻入车里 回唐家别墅 她刚刚出现在唐家大厅 视野就多了一道 让她眯眼的身影 林秋林 相比昨晚被抓去时的惊慌失措 现在的林秋林要多两分冷静 只是眉间依然保持着不可一世 她穿着一袭白色妮子大衣 坐在沙发上翘住二郎腿 眼睛盯着电视回放新闻 正是华驼碑跟血衣门今天的对战 唐三国健壮一正 你怎么回来了 我怎么回来了 我清清白白 怎么就不能回来 林秋林偏过头冷笑一声 还有 你这是什么语气 好像很不希望我回来一样 不是 我当然很想你早点回来 唐三国挤出一抹笑容 我只是有点奇怪 还以为他们会扣留你48小时 别说有的没的 林秋林突然声音一沉 你大晚上去哪里了 唐三国扬一扬手中的保温瓶 我去看风花了 熬了点粥给她 看看她能不能喝下去 林秋林声音突然变得凌厉 去看唐风花 然后在医院遇到叶凡了 唐三国眼皮一跳 随后笑道 确实遇见叶凡 她恰好给风花诊治 啪 没等唐三国说完 林秋林就一个箭步上前 一巴掌打在唐三国脸上吼道 什么看唐风花 你摆明就是故意跟叶凡接触 我不惜代价阻挡叶凡跟若雪复婚 就是不给你和叶凡来往的机会 你倒我不清楚你心里的小九九 当叶凡能力突变的时候 我就发现 你见到叶凡就跟蜜蜂见到糖水一样 叶凡是你心里的希望 也是你心里的一把火 唐三国给老娘收起你的不甘心 只要我活着的一天 我就永远不会让叶凡进唐家的门 你也永远不要有半点不切实际的希望 她声色俱力 我会活活熬死你心里所有的不甘心 什么不甘心 什么蜜蜂见到糖水 唐三国老脸红肿 却没半点发火 反而陪着笑脸开口 你究竟在说什么 有没有不甘心 你心里知道 哪怕你是演戏 我也希望你一直演下去 林秋林对着唐三国冷哼一声 你也没资格恨我 我嫁给你 固然是束缚你不甘心和怨恨的罩子 但何尝不是保护你的金刚罩 没有我林秋林 你身边也会有王秋林 李秋林 只是你根本不会多活这几十年 我再告诉你 这次中毒事件 我还没完全清白 但我出事了 你也会出事 第940章冰山一角 从红颜医院回来后 叶凡就回金之林 给年花三人治疗 白芒相续输入进去后 三人身体又好了一点 脸色也红润不少 叶凡一度寻思 先集中力量治好一个人 然后再给其余两人治疗 这样花驼杯对战血衣门 就多一个帮手 只是这样一来 剩下两人又要延迟三四天才醒来 叶凡担心中途有变故 就决定按照原先想法治疗 第二天早上 叶凡早早起来 晨练完后 正要去吃早餐 却见袁青衣大补流星走入境来 袁会长 大清早这么有空过来 叶凡好奇 看住一身旗袍的女人 花驼杯有事 不是花驼杯有事 你都被停掉资格 我现在连关注她的兴趣都没 袁青衣很是直接 随后跟叶凡一起坐在饭桌上 她双腿微微一挫 脚尖挑了起来 旗袍开叉处的白皙也露了出来 让叶凡赶忙喝入一口豆浆压压惊 袁青衣健壮一笑 我是想告诉你 林秋玲昨晚出来了 出来了 叶凡微微惊讶 四十八小时都没有 她就出来了 就算没有实质性证据 也该关她两天 她很是不解 难道她能证明自己清白 说到这里 叶凡又摇摇头 尽管她还没汇总 年花三人中毒的证据 但她知道跟林秋玲脱不了关系 她证明不了清白 但警方一时也无法认定 他们下毒 袁青衣把打听来的消息 全部告知叶凡 正如你所说 桂花糕无论是成品还是原料 都没有化验出血湿花毒素 而且金志玲和唐风花几个人 也都吃了 如果要中毒 他们也该一起中毒 也可能桂花糕有些有毒 有些没毒 可又没有实质证据佐证这一点 当然 林秋玲最终能够大摇大摆 保释出来 还是汪家老爷子 让汪乔楚打了一个招呼汪老说 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但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杨建雄没有法子 只能暂时给他自由 不过没收了他的护照和证据 还让他按时去警署 报到他一边悠悠开口 一边喝入豆浆 光滑的翘脸 带着一抹若有所思 叶凡微皱起了眉头 汪老 汪老好端端的 给一个泼妇说话干什么 他难道跟林秋玲认识 这不可能吧 双方身份相差十万八千里 而且林秋玲这种泼妇 汪老也不可能跟他深交 汪巧楚跟林秋玲倒是熟 可汪巧楚是冲住唐若雪去的 唐若雪不理他 以及林七一死后 汪巧楚跟林秋玲 就再也没有往来 也就不可能有出头一事 叶凡给袁清衣 拿了两个包子 这其中真正隐情会是什么呢 他突然感觉有些头疼 很是意外一个血衣门鄙视 扯入林秋玲 然后又扯入汪巧楚他们 继而 叶凡开始觉得 袁秋出现 停掉自己比赛资格 怕不是摘桃子这么简单 一个黑网好像在悄悄张开 我也不太清楚 要等蔡灵芝的消息 袁清衣轻轻咬着红润嘴唇 不过汪巧楚给林秋玲出头 是不可能 除了你说的林秋玲 对他没价值外 还有就是汪巧楚能量不够 他用什么身份 让杨建雄放人 他做出一个推测 所以汪老发话应该没错 确实是汪老发话事宜 没证据就放人 就在这时 又一个甜脆声音传了过来 随后就见一身 白衣的蔡灵芝现身 他也轻车熟路来到饭厅 大大咧咧 坐在袁清衣旁边吃早餐 不过汪老跟林秋玲 也确实不认识 汪老只不过 还唐家宝一个人情 别看这简单一句 可是耗费了我五百万的线人费 蔡灵芝浅浅一笑 总结一句 唐家宝希望林秋玲出来 唐家宝 唐平凡 叶凡微微一惊 难道是唐三国找唐平凡帮忙 让他帮忙就林秋玲 可这不对 唐三国对营救林秋玲是消极的 而且他等唐平凡不对付 又怎么会开这个口 再说了 真是唐三国委托唐平凡救人 也是唐平凡直接打电话 何必拐弯抹角让汪老出面 叶凡喃喃自语 随后又想起唐三国昨晚那一番话 接着探灵光一闪 莫非林秋玲是唐平凡 安排在唐三国身边的人 跟我猜测一样 蔡灵芝对叶凡露出一抹赞许 随后笑着接过话题 唐平凡是一直希望唐三国死的 只是背负不起是负沙兄的骂名 所以留着唐三国没下死手 只是她又不放心这个天才弟弟 就安排了林秋玲嫁给她 看住她 监控她 至于为什么挑选林秋玲 除了她贪财之外 还有就是够做 够脑残 一个再有雄心再不甘心的男人 被这样一个女人作妖几十年 也会变得心力交瘁 难有座位 这也就能够理解林秋玲怎么这样自私 对丈夫女儿女婿都是不管不顾吸血 因为在她的观念中 唐三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她嫁给唐三国乃至生儿育女 都只是一盘交易 随后笑了笑 你这脑洞会不会太大了 脑洞太大 蔡林芝一声轻叹 我这猜测 还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第941章赵夫人来了 蔡林芝的脑洞大开 让叶凡觉得匪夷所思 但往深处一响 确实有可能 林秋玲就是唐三国头上的紧箍咒 替唐平凡监视唐三国的余生 估计当初偷娘嫁开诊所的钱 也是唐平凡给她用来博取唐三国好感的 便于利用愧疚进一步掌控心灵 对于林秋玲来说 从七个女儿的原生态家庭 成为豪门妻子夫人 也算是命运的改变 嫁人后 不仅仅一遇时 肆意妄卫 靠诊所年入百万 海外账户更是年年两千万 做不做妻子有啥所谓 再说了 面对至高无上的唐平凡 林秋玲根本没得选择 更不用说反抗 只是林秋玲世面见多了 又有二十亿彩礼 开始看不上每年两千万 也就不想再绑在唐三国身上 而且唐平凡对她的放纵多年 让她忘记了唐平凡的獠牙 就寻思在干一票大的跑调 所以血衣门利用她 给足利益 她也就欣然接收 只是没想到被叶凡发现了血湿花 让她和林三姑没有及时脱身 婚姻 爱情 亲情全是一盘交易 连灵魂和立场都能出卖 林秋玲算是把精明和自私 发挥到极致 不过叶凡暂时没精力收拾林秋玲 当务之急是就醒还在昏睡的年花三人 以及还在进行的两国比试 洛神他们按部就班好转 没有叶凡想要的奇迹 但苏希儿医术却一日千里 不仅理论知识越来越丰富 实战经验也越来越多 一个星期的积攒 让她可以独挡一面坐枕 而且她看病速度也相当快 一个人一天差不多治疗百人 几近逼近叶凡的六成水准 这让叶凡他们很是高兴 金志玲又多一个人帮手 一晃四天过去 神州连输十二场 十二名华托杯省级冠军一一落败 不管是冯长山的侄子冯三姬 还是元秋的唐美 元丹丹 都被山本七郎他们肆虐的不成样子 这一个结果 不仅让冯三姬等选手 被骂得狗血淋头 还让孔桃李他们承受巨大压力 中医大厦的玻璃 都被愤怒民众砸翻了十几块 纷纷喊着让洛神三人出战 山本七郎他们 警方如临大敌 不得不加派人手保护选手安全 也就在这时 网上突然爆料洛神三人 无法出战的原因 清晰告知三名小神医被人下毒了 接着 又有人晒出 叶凡跟黑川木雪 约会见面的画面 还得出十个一斤 叶凡账户的图片 以及收买条件 最后 更有好事者整理时间线 于是叶凡很快被人认定是叛徒 为了高官后路 勾搭了血衣门 还对年花三人下毒 想要神舟输掉这一战 两个小时不到 叶凡就成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如非金智林门口 及时调来探员戒备 只怕大门都被人砸了 饶是如此 叶凡也被无数人往上往下怒斥 不是让他滚出神舟 就是要抓他千刀万挂 原本对袁丹丹他们的不满 全部转移到叶凡身上 十二名输掉的省级冠军 还成为逆行而上的英雄 明知道赢不了山本七郎他们 但在叶凡毒害年花三人后 依然毫不犹豫站出来 不惧一战展示蒸蒸铁骨 孙步凡他们见状愤怒不已 打开电脑和手机就对骂 只是很快被人淹没 对于叶凡来说 他却毫无所谓 受尽白眼的他 哪里在乎这些羞辱和冤枉 而且只要他拿下最后的胜利 一切骂声就会变成赞许声 临近下午四点 叶凡接到公老电话 私立议会最终前往中医大厦 四点三十分 叶凡走入中医大厦十八楼 多功能会议室 叶凡 你来了 太好了 看到叶凡出现 孔涛李和公老就满脸热情迎接上来 毛子有着最后的希望和光芒 元秋和冯长山他们却没什么动作 撇撇嘴远远打了一个招呼 叶凡寒暄几句话就直奔主题 孔会长 公老 你们说十万火急 什么事 叶凡 前几天真是对不起 让你蒙受委屈了孔涛李芒出声道歉一句 这次让你过来 是想请你明天代替神州一战 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憋屈和不快 也知道我们当初四星太重 只是希望你能再给我一点面子 大局位重 替神州击败北庭川他们 他握着叶凡的手重重摇晃 你如果有怨恨 尽管往我身上发泄 哪怕打我两巴掌 我也不怨恨 公老也连连点头 叶凡 我这张老脸豁出去了 也请你给我一点面子 孔会长 公老 你们言中了叶凡没有摆架子 很是坦诚开口 年花三人中毒 我确实有责任 停到我比赛也是应该的 现在你们愿意相信我 给我机会对战血一门将功补过 我感激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怪你们呢 他答应了出战请求 放心吧 我明天出战 一定击败山本七郎他们 孔桃李和公老欣喜若狂 太好了 太好了 叶凡 你真是我们救星啊 慢 就在这时 圆秋突然放下了茶杯 坐直身子望向叶凡开口 我还是拒绝叶凡出战 公龙怒不可斥 十二名省冠军全部输了 现在正是紧急关头 你们还要捣乱 孔桃李也怒气冲冲 不是你们从中作梗 哪会输掉十二场 搞不好现在早就胜利了 正是因为圆丹丹他们输了 名额只剩下四个了 我们才要更加谨慎 圆秋靠在椅子上望向叶凡 中毒和收钱两件事都没搞清 让叶凡上场未免风险太大 而对于只剩四个名额的我们来说 如今每一个名额都珍贵无比 怎能用在一点重重的叶凡身上 特别是现在名义沸腾 对叶凡喊打喊杀 我们让叶凡上场 一旦输了 中医大厦都会被拆掉 他提醒孔桃李他们一句 倒是我们也会背负出卖神舟的责任 冯长山也点点头 没错 我对叶凡也不放心 让叶凡对战山本七郎他们 还不如从最早输掉的十六省冠军中 挑损四人上阵他们虽然 很早被天交团击败 但当时没有公开比赛 不算这一战输掉的人也就是说 按照比赛规则 他们依然有对战山本七郎的机会 尽管迎面不大 但也比叶凡区冒险要强 毕竟现在叶凡上阵 赢了还好 输了 神舟民众可不会宽待其他输掉的选手 一样宽待叶凡冯长山 也再度反对叶凡出战 他们只会骂我们跟叶凡都是叛徒 我觉得叶凡可以一战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一个淡漠却威严的女人声音 叶凡扭头望去 正见赵夫人他们走入境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